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灾难当中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 先不忙着就责 我们可能先去想一下 就是大家的安全 救灾可能比较重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他接到了卓榕泰的电话 行政院长来电了 来关心 然后卢秀燕决定要支援 五部大型抽水机 这个抽水机 每分钟大概可以抽 18公吨的水量 会配合中央的调度 那高雄陈其迈也说 他说7月25号 卢秀燕有打电话给我 双方会保持联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在PTT上 这题还蛮热的 那很多网友说 卢妈格局比赖岛高很多 赖岛此刻还在逗 那互相支援要给推一下 比在那边酸药好的多 然后绿侧衣还在供 卢秀燕的机票 还有红背心 这其实我觉得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因为前两天 你看到绿营节目 所有绿媒 好像一个开关启动了 有没有 无一例外的狂轰卢秀燕 就绕在机票 跟红背心上面 那另一头呢 你看到 在这个需要救灾的当时 卓榮泰打电话来关心 卢秀燕的主动帮忙 然后卢秀燕打电话 给陈其迈等等 所以我觉得一比较之下 其实民众眼睛是雪亮的 好 当然在这个淹水的今天 大家也没有忘记这个角色 今天很多人都在呼唤 那个男人 韩国瑜 他这个韩式style 风雨无情 人间有爱 然后他这次捐了 这个5000瓶的消毒水 不过一捐 我们看到1450 又开始骂 有没有 唱帅吗 还是怎样 很多家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 携手童心 所以他的基金会 立刻买了消毒水 要分发给受灾民众 祈愿台湾平安 风雨无情 但是人间有爱 今天有很多人就想到了 韩国瑜 特别想到了李四川 有没有在高雄的时候 一天到晚 带着安全帽去清水沟 清水沟这件事情 是政治人物最不讨好的 因为没有人看到水沟底下挖什么 刚刚亮哥讲 竟然挖出了摩托车 你想想看 这个挖出来的东西千奇百怪 但这种工作过去没有人做 但是韩国瑜在的时候 李四川真的默默的在做 好 这个水灾还是结果论 因为我刚刚那个跟郑兆新 就副市长联络一下 他说台中被水淹到的 大概是八十户 所以坦白讲受灾是很小 那当然绿营在那边 主要就纠结在去接机 然后就造成了指挥中心 暂时没有重要人事 事实上这个是误传 事实上副市长 从头到尾都在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用 最后人家还是看救灾的效率 那台中基本上灾情算很轻 那高雄坦白说我是个高雄人 那坦白讲那个雨量真的是很大 说实在有些地方 那个雨量 雨量一般大概 如果十雨量超过八十公里 都会积水 那重点是在于散的速度 就是雨水 积水散的速度 那高雄真的有一些地方 实在散的慢到让人吃惊 因为大概从昨天开始积 实际上前天晚上才开始下大雨 那个前天的白天 实际上没什么灾情 那昨天就开始积 今天还是一样 很多地方还是散不掉 那严重 我本来以为是左南 古山山明 因为接近海边 所以海水倒灌 所以就灾情比较严重 比如说连爱河的河水 都溢到外面去了 可是我后来发现 凤山大社 很多地方都非常严重 我一个朋友还传给我一个凤山的图 那有人在积水里面游泳 你就知道那个水有多高 那恐怕不是到膝盖 应该是更高吧 至少半个人 不然你怎么在里面游泳 那还有 那个汽车 机车 在飘 那陈其麦昨天也 坦白他也觉得已经无人为力了 只能够呼吁市民不要外出 我认为他有做一些事 这个也是事事 就是志宏池 你刚刚讲到二十几个 他有事先把它清干 可是没有用 一下就满了 一下就满了 这个雨量真的大到吓人 可是雨量大 很多地方也是大 可是我就看到有一些地方 雨水还是退得比较快 有些地方就是积着不退 所以我认为清淤还是蛮重要 因为韩国瑜当过一段市长 那个时候李四川 几乎每天都在清淤 都在挖水沟吗 对 那还挖出机车 清淤清出机车 所以你就知道高雄 那个清淤有多离谱 所以我觉得 我看的点倒不是说 我不会说陈其麦没有做事 因为志宏池就摆在那边 他有先把它清空 可是我们看的是水量真的很大 可是为什么各地的水散去的速度不一样 那是不是你在相关的排水设施 清淤 一定是各地做的不同吧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吧 因为这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 就是看你住在哪边 比如说我的亲戚都住在林雅跟前镇 那相对灾情就比较小 因为那边地势比较高 就好像我在台北 我就从来没碰过淹水 因为我那个地方也是比较高的地势 那可是 就是有一些接近海边的 真的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那我觉得坦白说高雄真的是拿了不少钱 在做治水 是不是前瞻预算治水中的第一名 第一名 哪最多 累积大概 我看一千亿有了 一定有了 那为什么还是这样 对 为什么 不这个就是他要写个检讨报告 你毕竟是市长 那我是觉得下会期 绿营一定会趁这个机会 想要再搞一个治水的特别预算 百分之百 你等着看 你没看赖青德讲那个话 你没听懂吗 对 他说这个比莫拉克好多 才30公分 莫拉克是2009年 对不对 他说莫拉克那个时候是淹一层楼 这次是淹30公分 才30公分 我的天啊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吗 淹30公分 我就看到一大堆都淹到腰部 因为他去美龙 他去美龙的时候水已经退了 你并没有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到美龙 那个美龙溪差点淹过桥你知道吗 所以赖青德去的时候 已经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重灾区他没有去 这次的淹水绝对不是30公分 不是 那可是我认为绿营一定会趁机要推出自水的特别预算 这个考验国民党跟民众党 因为你如果又反对 那到时候又会有一番的舆论攻防 就有了一个理由嘛 然后重北侵南又来了 对 就你天龙国啊等等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去统计一下 就台北市之外 各县市历年 至少最近10年啊 拿了自水预算 大概多少钱 比如说台中 台中当然也没有台北市那么好的条件 那大家来比一下 就台中拿了多少钱 新北拿了多少钱 高雄台南拿了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工作要做 不然到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 又来了一次自水预算的攻防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我太了解了 哇亮哥真的内行 我跟你讲 一下就讲到重点 自水的特别预算来啊 就有两种人在盯庄啊 这个对绑庄是最有用的啦 尤其是有一些有吐石流的地方 哇我跟你讲啊 你就发现那个溪啊河啊 吐石流永远都制不完 他每次盖的堤防 反正到了水灾的时候 还是要重做 永远都在重做 反正自水预算 具有这个很大的特色 这个到时候 也请绕晚报要去了解一下 看这里制水 请问是制第几次啦 怎么永远都在你这里 而且永远都制不好 反正到时候 下位其实刚好是预算嘛 那你现在要排正常预算来不及了 所以只能送特别预算 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